洛杉矶钻石巴狮子会将于8月17日举办主题为《爱在飞扬,因为有你的大型免费公益健康》讲座。 届时,有医学专家重点介绍糖尿病、心血管病及高血压等疾病的防治,欢迎各界民众踊跃参加。 在新闻发布会上,洛杉矶钻石巴狮子会会长黄玲玲表示,为配合全球国际狮子会糖尿病预防及控制, 该会将于8月17日下午1点至5点,在位于爱尔蒙地市的洛桥中心主办这次大型健康教育讲座。 该会新医疗顾问主席Michael Fitt博士及另外三位医生将介绍预防糖尿病、控制高血压和冠心病、骨质疏松症、防治等。 每个医生讲完后,主办单位将在现场向民众提问两个问题,答对的有现金红包和精美厨具等奖品。 洛杉矶钻石巴狮子会创会会长许鸿昌介绍,该会创办于2009年,经过各位会友不懈的努力。 目前,洛杉矶钻石巴狮子会是华人最大的狮子会,也是会员成长最快,服务项目最多的华人狮子会。 洛杉矶钻石巴狮子会莫凯胜介绍,该会多年来坚持服务社区,希望这次活动再次为社区民众提供有帮助的服务。 据悉,本次活动得到了协办单位方圆剧团团长杨嘉干,拉斯维加斯狮子会会长周平,华夏狮子会会长张尼畅的大礼支持和赞助。 我们将提供多达500份的礼物,及茶水点心招待各位,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提早报名。 城市地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